後來就變死迷達你知道嗎 就變超級有禮貌 我心裡就想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人家跟人家打小報告 你才會這樣子 為什麼 안녕하세요 我是你迷道 今天呢我要拍一個就是我延宕已久 延宕超級久 大概比大巨蛋還久的一個影片 就是我從第一個學期結束之後 要回韓國前我就說要拍這支影片 但是因為那時候去了澳門嘛 然後又趕回韓國 然後又要準備一些代購的東西 變成說那個禮拜就沒有時間拍片 然後就回台灣了 回到台灣之後呢 又因為要做太多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就一直沒有機會拍這一支影片 到現在我已經八月底回到韓國 準備下個禮拜要開學了 然後我才終於拍了這一支的影片 就是我對於這半年 我出來到韓國這半年留學 心得感想 在這四個月我從非常的不適應 到後來已經抓到著 對於你這個外國人呢 在上課你要怎麼樣跟教授能夠出得好的訣竅 所以我覺得自己是滿有心得的啦 那也有遇到說就是非常 對我非常好的韓國人 那也有遇到就是真的是非常沒禮貌的那一種 那講韓國讀大學的這一段 期間發生的事之前呢 我想先來講說關於 過我覺得韓國大學跟台灣大學的不同的地方 剛來的時候呢 因為我的學校 它的主校區在緊急道 然後我現在在首爾校區上課 首爾校區非常的小 就是有一種很像高中的感覺 就真的很小 因為我是差班生 然後我現在是大三 現在開學就要下學期了 我有學分要補 所以我之後要上的課都是專業課 然後我的科系呢 都是主要就是在首爾嘛 應該之後都只會待在首爾上課 嗯...蠻特別的就是 在韓國的大學呢 我一開始真的都不知道他們跟我們台灣是這麼不一樣 我們台灣的大學基本上就是 假如我們今天分班 分班完之後呢 我們這個班 在一年級二年級的時候 有必修學分 幾乎都是全班綁在一起上課的 一般來說 我們在台灣上大學 還是今天是同一個班的 我們幾乎的課全部都是會是一樣的 這樣子 所以呢 變成說我們的感情會比較緊密 大家就可能下課會一起揪去唱歌啊 大家會有一種真的是一個班級 一個家庭的感覺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在台灣讀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們耗在一起的時間太多了 變成說我們會變得感情非常的緊密啊 非常的契合 甚至大家是室友啊 或是說住在很近 大家只要一揪就可以馬上出運 騎車就去吃飯啊 就去逛夜市啊 就去玩啊 就去夜場這樣 這種感覺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韓國呢 他並不是這樣 他有點像是美國的大學一樣 就是 今天我們是四個年級 今天 系所排給我們 這個學期就是這幾門課開給你們 假如這個學期 我們的專業 我們的系上開了25門課 然後 那25門課就放在那邊 那不管你是幾年級的 你都可以選 但是他有說 我這一門課是專門給一年級 專門給二年級 或是專門給四年級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年級 你想要讀四年級的課 可以 你自己衡量 你自己可不可以 但是 基本上如果你一、二年級的人 去修四年級的課 拿不到什麼好的分數啦 像我們台灣的話 如果一年級要去修四年級 是不行的 我之前讀的大學是這樣子 就是 你不能上修 你只能下修 但是 在韓國你是可以上修 但是如果你 上修之後成績不好 那你要自己負責 我來的時候 我就沒想到說 既然他們的課是要這樣自由選課 所以你每一堂上的課呢 都是不一樣的學生 所以變成說 可能 你一個學期二十幾週好了 那你可能 中間又有 假日啊 或是說 你課就是沒有去上了 會跟這些學生見面的機會 就更少了 下課大家馬上就離開了 所以 導致說 外國人要在大學裡面 教韓國人的朋友 依我聽來的經驗都是比較難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 是有幾個 就是蠻熟識的朋友 因為我們有一起上課 然後一起做報告 然後做完報告之後 就有私下聯絡 那像我們學校的話 中國學生特別 非常的多 所以呢 中國學生就混一群 那我們學校 越南學生也很多 而且越南學生現在幾乎 比我們講中文的學生還要多了 那他們也是全部的人都是整群混在一起 變成說 每次上課的時候 教室就是 左邊都是中國人 中間都是韓國人 右邊全部都是越南人 那完全不會有交流 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好像在韓國 外國學生要交到韓國的朋友 比較難 對 因為大家也都是跟自己舒適圈嘛 他們走不出去 就只在自己的舒適圈裡面待著 所以呢 你只跟你講同樣語言的人 待在一起 久了你就不會想要去 跨族去認識別人朋友 那這就是我覺得 韓國的大學跟台灣的大學 很不同的形式跟地方 但是接下來我就要講很不適應的點了 針對我的學校來講 因為別所學校不一定 每一所學校不一定 但是依我的學校來講 不管是專業課 或是教養學分也好 我們學校的學分都是三學分 所以一次都是三堂課 那九點的課呢 就是直接上到十二點 那中午十二點之後呢 第二門課就開始了 那你就要開始從十二點上到三點 中間沒有 沒有間斷喔 就是九點準時上課 十二點準時上課 然後再來第三門課 三點 三點準時上課 上到六點這樣子 那 基本上整天 就是最多只能排三門課 因為九點到十二點 十二點到三點 三點到六點 有沒有上滿 其實是看各個教授 因為像我之前 有一個教養學分是早久的課 然後老師都會上到十一點 出頭或是十一點半就會讓我們走 他會想說我們等一下十二點 如果還有課的話 至少讓我們可以去吃個飯這樣子 這當然是我很不適應的點 因為剛來的時候我也不知道 他們是直接上到十二點這樣子 所以變成說我都沒有去吃飯 然後早餐也沒有吃 因為我家住 離我學校比較遠 起床準備到去學校 至少要兩個小時 害我前一個禮拜上 我都是餓肚子餓到晚上才吃 到後來我學乖了 學聰明了之後 才知道說要提早吃飯 然後再來就是 韓國大學很新奇的地方 因為目前台灣是 至少我還沒經歷過這個技術 就是我們上課是用手機點名的 你的手機必須下載一個點名系統 我知道台灣現在房間有一些補習班 是以這樣子的形式在上課了 但是大學好像還沒有這樣 變成說我們下載那個系統 那時間一到教授一進來 我們手機就會跳出來說 要開始點名了這樣子 然後你就要按確定 Hugging完之後呢 教授就會開始點點點點點 後來我發現 因為他是靠你的定位嘛 你只要你的定位接近教授 你就可以點名成功 那我就會發現有一些 跟我一樣是外籍的留學生們呢 就會帶兩隻手機 那一隻手機是他平常拿來聯絡家人 一隻手機專門拿來點名 他就會把手機丟在教室 然後人就沒有進來 然後到下課的時候再回來把手機拿走 那我們有一些教授就是 不會很詳細點名的 可能就不會發現這件事 就還蠻 我還蠻訝異的 竟然會有人用這種方式來 翹課 因為其實在韓國的話 你翹一節課 或是你遲到 你翹課一節課 對你的總成績來說 就是影響的非常的大 像我上學期有一門課 是B加 它原本分數是A加 然後因為我最後一堂是補課 但是 因為補課的時間 我已經 那時候我不知道我們的補課 是在 你整個學期結束之後 會有一週是讓你當做補課週的 然後我當時不知道 所以我就 提前訂了機票 那一門補課我沒去到 然後 那一個學分用是三學分的 所以等於三節課 然後一堂你沒有去就是扣總平均一分 所以我整整被扣了三分 所以老師跟我說 其實我原本的成績是A加 對它是扣總平均 當然每個學校的計分方式不同 但是我的學校是這樣 所以在韓國來說 你只要有翹課遲到 就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會非常嚴重的影響到你的成績 因為我們的成績是 1就是直接廢掉 1就等於你這門課就被當掉了這樣子 從那個A加道綱說的D 他就會從這裡面排百分比 加入今天A B C D 然後我們這門課有40個人 然後今天40個人呢 從成績第一到成績最後第40名 前10個可以是A 從第11個開始到第20個就是B了 然後21個到30個就是C 31個到40個就是D 但是有可能第一名到第10名的成績 只差了0點幾或是1點幾 就可以排頻差了那麼多 然後我們會用那個A B C D 再去算我們的總平均值 那我上個學期是3.67 滿分是4.5 我有上了一個網課 對韓國還有網課 那有校內網課也有校外網課 校外網課是跟所有的大學 整個統一開給所有的大學學生都可以去搶 那種網課就真的是不要選 對我們來說是雷課 你要跟整個韓國的大學生去比你的成績 只要成績很後面你就拿不到獎學金 大家也知道韓國的學費真的是非常的貴 我選的那個校內網課呢 是因為我剛進去這個學校 然後我不知道網課是什麼東西 然後那時候我的輔導的中文教授 就是跟我講說欸你選這個網課啊 這個網課就是專門開給會中文的學生上的啊 而且講義都是中文啊 所以不用擔心你只要每個禮拜準時有上去聽課 就是系統有登錄你有上去聽課 然後你考試的時候有去考就好 然後我想說那我就安心了 對我真的每一次喔 就是只要那個網課一出來我就馬上聽 然後考試我都很早到 然後考試我也寫到 我都寫到最後一分鐘 我們那是翻書考的 結果我學期末成績出來是C 我超傻眼的 因為我真的不懂我為什麼我是C 然後我就有去傳訊息問那個教授 教授就說 我就是照這樣子算出來的啊 我沒辦法改成績什麼什麼的 我就覺得很冤枉 所以我這學期開始我再也不選網課 因為那根本就是駭人的課 對 這就是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啦 有網課啊 也有什麼什麼的 跟台灣很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也讓我非常的不適應 對